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实践当中呢 主要面临的这个主要业务挑战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是快速 那么在四季网络开放之后呢 包括呢我们近期呢5G的网络建设 投入运营之后呢 那么数据呢是爆炸性的增长的 那么中国联通呢企业级大数据分析平台呢 是基于呢Hatop 那么分布式呢数据仓库的云化技术 那么进行了整体的架构升级 那么通过呢深度优化之后的Spark 作为呢计算引擎及向量化的计算模块 那么我们高效实现了 那么运营商PP级的大数据的加工处理 那么我们大幅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啊 那么在呢数据增长60%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实现了日报呢 提前7个小时发布 同时呢那么构建流数据应用呢 实现了数据的一个实时的动场 那么针对呢第二个挑战解决权的问题 我们呢采集了54大类的易购的数据 那么我们目前的日作业量呢是超过1.5万个 月作业量呢是超过4.4万个 形成了2万多个指标 1000多张报表 那么构建了客户家庭 政企产品 渠道 终端 基站 小区楼宇 物联网 九大的主题数据仕图 超过了200多个维度 那么高效富呢呢 那么企业内部多层级 多角色的这种数字化运营的这种需求 那么第三呢是解决敏捷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采用呢智能辅助 自动化工具 组件化敏捷应用支撑等多种方式 那么以往呢 那么人工数据服务呢支撑呢 需要3到5个工作日 那么自主化工具呢 实现了秒级的响应 那么组件化能力呢 需求响应呢也提高了60% 那么第四呢是解决降本的问题 我们是构建了一个全集团 整个公司统一的 那么企业级的一个集中化的系统 那么它服务于呢 公司的总部 省分 地市 以及呢一线营销单元 四级的用户啊 那么降低了投资成本 减少了重复开发 那么释放了那么集中系统的横利啊 那么中国联通的企业级的大数据分析 平台的贡献呢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借助于呢 平台呢 跨越高价值的全景数据分析 我们也通过五大的智能功能 四大的在线资助的能力 那么重新决策 市场营销 企业管理 网络运营 客户感知呢 全方位呢 服务企业的多层级 多角色的这种数字化的运营 主要的这个商业收益呢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并且呢 我们生产效率呢 那么提高了70% 每月的这个数据呢 处理量呢 接近一个PP 但是我们月报的发布时间呢 那么提前了10天 实时流处理的技术呢 那么支撑了我们目前的5G 那么协号转网 更多为这种实时的数据的监控的分析 那么目前来说呢 我们的这个监控这个颗粒度呢 达到了分钟级 这样的话就变于呢 我们呢第一时间呢 洞察业务的发展 及时呢 做出市场的响应 我们在存量客户运营方面呢 我们2019年 我们存量用户的保有率呢 分别提升了1.8和3.9个百分点 在存量客户价值运营方面 我们的收益呢 就超过了60亿元 那么在2019年呢 我们前年呢 那么整个的净利润呢 是实现了113亿元 那么同比呢 增长了11.1% 那么在此前一年 2018年呢 我们呢 全年利润呢 是同比增长了458% 所以说呢 它在助力呢 市场前段数据运营方面呢 起到了很大的效果 同时呢 在跨越拉通呢 那么全公司的这个数据方面呢 我们呢 拉通了包括客户 那么产品 这个渠道 网络 终端 楼宜等方面的数据能力 这样的话 像说我们在数十亿的 技术 在线分析呢 实现了秒级响应 所以说呢 也给我们带来了显著的效益啊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呢 通过呢 多维度的自助报表呢 注意度的这种秒级响应呢 我们呢 业务部门呢 这个 通过这种自助报表 那么我们业务部门呢 它的需求覆盖呢 相当于说呢 之前呢 我们呢 这些数据的 这个分析呢 那么现在呢 他们转到自助服务的方式 我们自助服务的这个覆盖率呢 从零呢 提升了到百分之五十三 那么降低了服务成本呢 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话 我们每年 光总部 这个 这个 来去讲的话 就节省了 两千两百人天的工作量 另外呢 我们系统呢 由于采用集中化的方式来进建设 避免了重复开发 那么每年节约的投资呢 约一个亿啊 那么我们这个独特之处呢 可能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中国联通呢 这个企业级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呢 我们觉得是电信行业呢 首个全云化的大数据分析平台 那么它呢 处理的4亿多的用户的数据量 那么结合呢 任务调度流程再造 那么带来呢 生产效率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提升 刚才呢 从刚才的数字 我们就可以体现出来 第二个方面呢 它是一个集约化 集中化的一个构建的这么一个系统 我们的集中化架构呢 它是服务于呢 自己经营单元 包括总部 省分 地市 以及呢 虚线的 那么 这种营销单元 那么降低了投资成本 减少了投资开发 释放了那么集中系统的一个红利啊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是通过呢 包括智能搜索 智能推荐 智能预警 那么智能应答 智能分析 这五大智能能 智能功能 和四大的在线能力 包括呢 在线的自主报表 在线的分析 在线的分析报告 自动生成 和在线的交互探索 那么构建了互联网化的敏捷应用 那么实现了工作效率的极大提升 和用户体验的显著提升 那么我觉得TMF论坛呢 为我们的平台建设呢 提供了国际的行业的标准 那么中国联通企业级大数据分析平台呢 它是基于呢 那么TMF framework的标准 那么采用前端的微服的方式 那么我们后端呢 是采用了容器化的 大数据处理的体系架构 那么这方面呢 可以实现呢 那么弹性的伸缩 资源的高费用 在这项目当中呢 我们遵循了ETOM业务框架呢 进行数据的整合 数据仓库呢 那么基于呢 信息框架SID呢 创建了十万余章的数据表 形成了包含两万余指标的 中国联通的企业级的指标体系 按照TMF的 Frameworks 在应用数据展现方面的 最佳实践要求呢 来进行建立 同时补充了 Frameworks在应用视角上 那么用户交互和 和技术信息的内容 那么实践了 ETMI5的相关技术支撑 那么在开放 共享接口的方面呢 遵循了TMF633 Open Digital API 那么遵循这些标准呢 也助力了我们平台呢 进一步规范化 进一步开放化 实现了我们 帮助我们平台呢 实现了成功 挨揽 新墙